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随着气温渐渐凉爽 不少中老年朋友就想出门活动活动筋骨 但是中老年人运动要合理 否则反而伤身体 其实大家经常忽略的走路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能为骨骼、肌肉、关节和心肺提供不少的益处 但走路看似简单也有不少的小窍门 今天一起来看看明中医的走路养生法 第一,一分钟之内走完一百步 国医大师陈童云、陈老呢 在60岁的时候还能够参加运动会投铁饼 到了98岁呀,还能够每天坚持走两千步 这与陈老呢,经常运动大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陈老的走路锻炼法 一分钟之内呢,走完一百步 走完以后,做20次的呼吸锻炼 走路养心,呼吸养肺 简单几分钟,对身体大有益处 第二,脚跟先左地 81岁的首届全国民中医 毛德西,毛德西,毛老呢 骑自行车,练拉力带都轻松自如 血压长年稳定 心脏涉血分数达到67%,接近满分 满分也就是70%,比很多的年轻人都强 他现在最主要的运动呢,也是走路 毛老慢走和快走交替 每天早上走五千到六千步 毛老走步的方式有一个重点 脚跟先左地 中医认为呢,仍有四根 笔为苗翘之根 乳房呢,为中气之根 耳为神机之根 脚为进气之根 而脚跟又是脚之根 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脚跟先左地 等于顾了根,补了肾气 所以呢,毛老建议走步的时候 脚跟先左地 再加上呢,挺胸收腹,翘腿 就不会垂肩,松腰,驼背 女性平时用这个方法走路 还能够预防乳房下垂 但大家要注意 走路能够养生锻炼 但走路呢,并不是走得越多越好 无节制的走路呢 反而容易磨损膝盖和骨关节 出现呢,关节肿脏,疼痛的症状 所以呢,每天该走多少步 关键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特别是膝盖经常疼痛 或腿部做过手术 还在恢复起的人群 每天呢,走一千到五千步即可 运动量呢,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女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